我先打个电话 上天下去求魔物 他这个魔物都已经晒干了 不接电话呢 喂大哥 哎哎杨梦 哎哎那个我上你家去点魔物去 哦去哪里吗 那你在家呢吗 在家呢在家呢 啊对那个魔物都干了吧 干了全干了 啊行那好了等我啊 哎哎哎哎 外面现在下雨了 那个这个人家啊 这个魔物啊非常干净啊 都是他那个两口的一起踩的 一会我们看看啊 这过个石鹿路口 那个前段时间 海南人买的房了 就在这个山根底下 下面这个大山 现在大西岸岭的山脉啊 都已经黄了 我到地方了 哎呀就是这一家 我说啊 把我拿着点蹭 我先敲敲门啊 哎哎在家呢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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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大白菜准备腌酸菜呗 这是腌酸菜的大白菜吗 我没事 带着秤 带着秤 赶哪呢那蘑菇 你家这房子真好啊 哎呦咱为了要动这个地嘛 哎这外面已经做保暖了 都做了里外全做了 我看你这个 这做保暖它也得花个那一千多哈 我拿着蘑菇 还带上来的 那是这个吗 哎呀这蒜啥都亮了 都亮了 这准备冬天吃的吧 冬土吗 这是补留块咸菜 大补留块咸菜的 这些蘑菇 你两口都采了多长时间呢 这些采挺长时间的 这全干透了哈 全干透了 对它不干透不行 干透吧 因为我往外面幽嘛 有时候掏骨 全都掏骨 啊啊啊 全都掏骨 行行 嗯 挺好 那师傅你把这个给摘起来 把这一串 嗯 嗯 对把那钩给拿去哈 装在袋里 没没没 这钩你还得留着 留着来年你还得挂嘛 来年就整个 对 都没有铁丝味了 行 嗯 好 再把这一串 咱们铁丝味 再把这一串装上 嗯 这个蘑菇啊 已经上乘要完了 我这个朋友啊 非要我看看他压这个 这个大棚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看我家大棚 来吧 我领大家看这大棚啊 哎呀这大萝卜 这什么品种啊 这萝卜怎么都长出来的呢 这从地下怎么往外长呢 这不是你栽上的吧 就这么的 不是不是 它都长出来的 对对 刚开始是平的 嗯 对 哎呦我天呐 哎呦 这井 这井也是俄罗斯的井 这真结实 你说看哪个 看这个 看看这个 这个乡镇的生活哈 这大棚里面到底都有什么 哎呀 这小辣椒 这柿子椒 柿子椒 这黄瓜是是啥黄瓜 水黄瓜 汉黄瓜 水黄瓜 嗯 这边 等会看看啊 这大辣椒 还有红的 底下呢 这是红的 完了 还有这个 这辣椒都可辣了哈 不是好吃吗 好吃 汉黄瓜真好吃 你救两个 行 哎呀 这是大汉黄瓜 来两根不是好吃吗 现在 这是汗的 对 现在已经到劲了 哈哈哈哈 可以 这很好吃了 谢谢哦 美生不会谢 那谢啥呀 哎呀 这这疼啊 这肚子来了 夏天来了 你别吐了 啥都有 那块炼的是啥呀 五六块鹰子 五六块鹰子有什么用啊 喂兔子 那边有两个 兔子在哪呢 啊 那边还有大棚啊 你吐龙子 有两个兔子 啊啊啊 不是不是 不是我 就不是 不是你啥一万五 就我家没养过那玩意呢 啊 那里的兔子 这个蘑菇 已经装上了 这一袋啊 是一斤 一斤不五百克吗 我都装到五百二十克 呃 这个啊 就是我们当地的野生婆婆精根 这一袋是两斤 这一袋是半斤 这个是野生木耳 这一袋呢 是那个半野生木耳 就是今年的丑木耳 这个在这个店铺里有哈 直接下单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羊奶粉 这羊奶粉 今天就是一个朋友要的 要的因为是12包 这个啊 就是我们当地的野生送银 这一袋呢 这一袋呢 是二百五十克 这些就是呃 购物袋里面的各种月饼 要是有要的话呢 直接下单就行了 我开始打包 宋洁已经把这个U包已经打完了 今天打了有有二十多个包 现在送快据一下